李亚鹏50岁拼出儿子后 女儿李嫣却用一张照片 撤出她与王妃的秘密协议 2020年李亚鹏正式官宣女友产子 此事疫情曝光后 网友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但女儿李嫣却发布了一条 十分伤感的动态 配文写道 狂婚是一天中势力最差的时候 而此话的更深含义则是 最爱你的人你却看不到 这不禁让人好奇 难道李嫣对父亲以及新女友表达不满 毕竟李亚鹏的举动实在不是一个好爸爸 早在他与新女友恋情被曝光之后 就十分急不可耐地让女儿推出燕人基金会 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周 其新女友海哈惊喜不仅正式加入基金会 而且还多次以女主人的姿态 来主导基金会的事宜 与此同时 李亚鹏还将女儿送到了千里之外的瑞士读书 就在李嫣一个人孤独临近的在外漂泊之时 身为父亲的李亚鹏 正在享受着一家三口的幸福温暖生活 这也不禁让人好奇 李亚鹏是不是就趁着女儿外出上学 所以才赶快与小娇妻结婚生子的 其实网友有这个顾虑也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这与李亚鹏和王妃离婚时的秘密约定 错不了干系 据说当时他们离婚时 因为女儿李嫣的问题 他们纠结了很久 李嫣天生患有成恶劣 不管是心理还是生理上 都比同龄的孩子们相对要脆弱得多 于是他们便在离婚时约定好 李嫣成年之前 谁都不可以再婚 王妃也是说到做到 就算是与谢霆锋复合多年 众人依旧在期盼着 他们两个人能步入婚姻殿堂 但王妃却迟迟没有松口 而李亚鹏前妻也在忍着 直到李嫣出国留学后 她仿佛变了一个人 人生就像是按下了加速键 结婚生子通通都迅速完成 就仿佛怕被女儿打扰一样 或许就是因为李亚鹏种种的行为 才导致李嫣如此的伤心 别看李亚鹏如今生活得这么幸福 但其实她的艳福可一点都不浅 踩柯兰上位或周俊求爱 打败众人与女神王妃结婚 平平无奇的李亚鹏 艳福为何能够无缝衔接 在某次聚会上 李亚鹏遇见了柯兰 彼时的柯兰家庭背景显赫 而且还是香港音乐频道的主持人 为了帮男友发展事业 柯兰动用了自己的一切人脉资源 将李亚鹏成功推向香港影视圈 成名之后的李亚鹏却变得不安分起来 一边和柯兰谈恋爱 一边又和瞿颖暧昧不清 瞿颖可是一个超模 肤白貌美大长嘴 哪个男人见了都在心动 所知真相的柯兰喊泪提出了分手 分手之后的李亚鹏更是放飞自我 又与女神周迅走到了一起 李亚鹏对周迅更是十分宠爱 甚至还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当两个人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周迅的眼里立马化为星星眼 充满着爱意 恨不得这一秒就要嫁给他 据说周迅的父母对李亚鹏也十分的满意 因此两个人也多次传出即将要结婚的消息 但李亚鹏本就是个浪荡公子 他可不想这么早结婚 于是二人便就此分手 这段感情对周迅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打击 不仅哭了好几天 甚至还推掉了很多工作 然而李亚鹏却没有那么难过 甚至还对王妃一见钟情 随即便对女神发动了猛烈的追求攻势 各种鲜花礼物送不停 一起参加晚会时 甚至还主动坐到其身边为女神挡酒 至于王妃与前夫的女儿窦镜彤 李亚鹏更是当成亲女儿看待 这种暖男行为很快就把王妃给打动了 交往两年之后 两人便在新疆正式举办了婚礼 本以为结婚之后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没想到婚后的李亚鹏就将自己的本性暴露无遗 拉王妃下水跟投资人耍赖 李亚鹏远比你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别看李亚鹏是一名演员 但这只是他的副业 他的主业是经商 早在1998年凭借将爱情进行到底迅速走红之后 有了一定积蓄的他便开始经商 1999年李亚鹏开了一家网站企业 专门为婚礼服务的公司 但因为太早入手互联网并没有多少经验 所以没开多久就早闭了 但俗话说得好 失败乃成功之母 想要成功就得先失败几次 李亚鹏先后创办杂志 创办传媒公司等等 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赔了不少的钱 2005年李亚鹏与王妃一起 赤8000万巨资在上海开了一家夜店 但没想到还没坚持几年 就因为亏损严重而被迫停业 王妃也被他拉下水赔钱 值得一提的是 王妃与李亚鹏离婚的导火索 也是因为李亚鹏经商所导致 2012年李亚鹏求妻子一起外出溜弯 王妃以为是普通溜弯 穿得很随便 没想到李亚鹏不仅将他带到了一个商务合作的现场 而且还在台上大秀夫妻恩爱情 随后在整个活动之中 王妃全程黑着脸 在活动结束后 王妃更是先一步离开 随后没多久 两个人便正式官宣离婚 离婚之后的李亚鹏没有时间悲伤 便将目光对准了房地产项目上 李亚鹏跟着哥哥在云南成立了雪山公司 而且还计划打造一个雪山艺术小镇 项目初期为了扩大声势 李亚鹏请来圈内众多好友进行免费宣传 但八年的时间过去了 工地上还是一片狼藉 至于什么时候能完工 更是没个准性 投资方看着自己投入的钱彻底打了水漂 于是一气之下 将李亚鹏等人告上了法庭 经过审理之后 法院判决李亚鹏需要赔付4000万 但没想到李亚鹏不仅迟迟没有还钱 而且还玩起了无赖 在发完这样的声明后 李亚鹏甚至还开始玩起了消失 但就算是这样 李亚鹏还认为自己的商业方面 自己就是个天才 如此骄傲自大 也难怪他至今都没有成功过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